大學生了沒 來 溫室大學 大學生什麼 歡迎來到台灣 你都裝什麼老外 你 嚇我一大跳 今天要講外國人的朋友 今天要講 你有外國的朋友嗎 真的嗎 有外國朋友 在哪裡認識的 有 我的Facebook A lot of foreigners Join me I am in Australia也很受歡迎 澳洲也受歡迎 為什麼 Oh my God 吳偉雄 我不知道 吳偉雄 不是 吳偉雄 吳偉雄 是有些朋友 外國的 因為現在地球村嘛 其實你知道世界哪一個角落 都還滿快的 所以尤其是像現在這個 台灣人跟外國人的交流 越來越頻繁 不管在夜店 在大學啦 對不對 在各行各業啦 我們告訴大家 過去十年 台灣出國留學的人數就 去年就有三萬七千八百人次 這麼多啦 那每年也有上萬人的外國朋友 到台灣來 有的是學中文 有的是教英文啦 好 所以請問大學生 你最想跟哪一國人交朋友 為什麼 阿龐有來耶 真的耶 祥為 祥為 祥為很像阿龐有沒有 你最想要交哪一國的朋友 我是法國人 你是法國人 日本人比較像吧 對… 你是日本人 我是日本人 我想要交法國人 為什麼 因為法國人就 日本人 日本人看身材的 馬太為什麼挑阿根廷啊 沒有 因為我 其實我高中的時候 我有交過一個阿根廷的女朋友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 交往那陣子 那半年多 他剛好來台灣往 結果他還不錯 那陣子感覺還不錯 什麼不錯 他笑了 笑了 還在舔嘴唇 回味無窮 Stina要韓國人 韓國人 對 為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在加拿大念書的時候 我們那一區就是很多韓國人 那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 就是吃韓國料理 然後我很多朋友都是韓國人 然後都很熱情 親切 真的嗎 韓國男生不會很兇嗎 不會啊 我在高中的時候 有交一個韓國男朋友 就是都 他常常會給女生驚喜 就是會常常會給一些驚喜 賣雞 就我會想要跟傳教師做朋友 哪一國都可以 只要是傳教師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表面上看起來都很震驚 其實他們的個性想法 都跟我們是一樣的 還不震驚啊 真的假的 你們就找不到傳教師 你看就像我相片 然後就其實他們個性 就是會像是這樣 什麼東西 就是你拿道具給他們 他們就會帶 這個是 哪一國人啊 就是一個是那個夏威夷 一個是那個二海二洲的 傳教師 對 我們都會去晨跑 然後會去踢足球 傳教師頭髮弄這樣子的 就對 他們喜歡這樣 了解 小燕為什麼賽爾維亞 因為有一次有一個女生 她嫁了我MSN 然後全程用英文跟我介紹 她是賽爾維亞人 她的位子在哪裡 賽爾維亞 在那個歐洲地中海附近 她很小對不對 沒有 她小我一色而已 不是我... 國家 國家 西統 布洛基海三小國 賽爾維亞 不好意思...我沒問清楚 對啊 那個賽爾維亞很小對不對 對 很小 對啊 就是 地中海右邊三個小小的國家 她很好奇喔 那大菲林要台南 對 台南 因為之前我去台南的時候 那邊的朋友說我很帥 幹嘛香港下 她說我也像當地的電影明星 所以我也想去那邊發展 什麼可能 因為她白啦 對… 對不對 他們覺得白得好看 杜拜北極人喔 因為很少有朋友 就很少有人說 你朋友是哪裡來 我朋友是北極人 觸炫暴力 對 很酷啊 北極根本不會來台灣啊 而且也不會 就是無緣無故交一個 北極人的朋友 好 那我想要問問看 假如說你們跟外國人 遇到這個溝通上的時候呢 有障礙的時候怎麼辦呢 要用什麼方法 語言有障礙 要用什麼其他方法 小怕 像我一開始小時候去日本的時候 像我真的不會買東西的時候 我都是用筆的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不敢講 不敢說我就是 例如說我講爸嫂 或是講就是station 他們至少都會懂 就講幾個單字出來讓大家聽 他們還是聽得懂 就像對方跟我們說單字這樣子 所以我就慢慢去那邊 環境的時候 我就一直講一講 因為我都自己去玩 我媽都不管我 就我自己換錢自己買東西 都自己用手筆這樣子 這樣子 用單字的方法對不對 賣漆你都怎麼溝通啊 我很想聊天 我就是假如說 如果跟他們溝通的障礙的話 我都會用表情 就比如說 嗯 很誇張的表情 你剛剛在說什麼 你是八點檔的連演吧 對 就是這樣子 或者就是拍手 他們只要聽不懂你就拍手 他們就是也開心 那節弟的方法是 外國人想用一招 就是You Know 就是講一講 You Know You Know 然後他們就會猜一猜 就喔 是那個意思嗎 然後就喔 對 所以其實You Know很好用 而且發現那個外國影星 在做訪談的時候也是 你對這部電影的感覺是什麼 I think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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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的 一句句子講不完 但很會講口頭禪 一定會有You Know Well You Know OK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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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來了 好 今天呢 各位呢 有機會跟外國朋友交流一下 因為這個 我們請來四位都是我們大學生的 外國朋友啦 首先第一位是Daniel 歡迎他 大家看一下Daniel 先來猜一下他是誰的好朋友 有猜的 馬太猜一下 我覺得可能是PJ的吧 PJ的喔 對 為什麼 就感覺啊 感覺像 就他應該也是應該會唱老舍的樣子 問嘛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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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飛 我覺得他可能是結弟的 他跟結弟有一種同樣的感覺 頭髮嗎 沒有 就他有一種同樣的感覺